而南徽线这一次事故也让人想到那高铁呢 高铁的预警系统又如何 两项来比较一下 台铁对于土石流的监测 主要是依赖驾驶肉眼紧急反应 而高铁灾害预警靠的是电眼 这个电子感应系统 如果说高铁这个侦测器感应到了土石滑落 讯号会立即传回列车驾驶 而自动控制系统会降速 甚至立即刹车 铁轨旁的边波地滑监测器 地震监测器又或是侧强风的风速剂 这些高端科技通通都是高铁行车安全第一保障 号称防灾电眼 防风挡雨样样型 高铁孤效而过 速度比起一般火车快得多 银线早就设置好天然灾害告警系统 以行空中心为管理中枢 银线密布各项侦测设备 随时侦测地震 强风 豪雨 落石 摊风等状况 透过列车自动控制系统 传送警讯到行空中心 驾驶就能迅速反应 确保行车安全 高铁前线每个隧道进出口 总共101处都有设置落石侦测器 71处山区的路旁 也都有边波滑动侦测器 一旦侦测到异常讯号 控制系统就会发出警讯 列车就会自动减速又或者是停车 相比台铁前线只有7个边波监测系统 台铁设备实在有点落伍 本局会有关这一次的事故之后 会列入一个检讨改善的一个会议章程 南辉铁路坊山2号隧道口 发生土石流意外 距离最近的边波监视系统还有50公尺 就算土石不是瞬间滑落监测器 也无法看到 只能凭驾驶的肉眼观测判断 相比高铁自动安全系统实在差很大 台铁表示 未来会考虑效仿高铁加强设备 就是要防止悲剧再度重演 传电新闻声用音杨七号台北采访报道